嗨大家好,我是非常肉侵的 虽然之前说过很多次 但还有很多朋友特别担心自己大便曾经与否的一个问题 那么总是有很多朋友拿着网上 那个布里托斯大便分队法的这个图案来找我说 哎,反正有人说了 这个大便和这上面不一样的话 它就是一不正常的 大便必须得相交错 啊,甚至有很多朋友说 言一位东西,言一位一模子 我之前见过啊 一个每天拍这个大便照片啊 做了两三个月 做了一大便日历 然后来标上时间日期啊 然后就是来医院看病啊 让我看 这个是不是正常 你看我一个月之内有多少天不正来的 我当时很无语 还有一哥们啊 他比较闲 啊,他有时间 每天都会蹲在车里面看这大便 看半个小时 有的时候啊 这大便 今天可能有点便秘了 拉不出来 人还得非得用力给拉出来 甚至拉都刚裂了 看这大便不过瘾 有时候还甚至还想看看自己孩子的一个大便 我说实在真的有点磨蹭了 这个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我可以这样说 大便成行与否 和长安没有一个必然联系 可以这么说 你大便就算成行 也不代表没有障碍 大便就算不成行 也不代表有障碍 我见过几十年大便不成行的人 他没有障碍 我见过这个大便 香蕉状的 查出来障碍的人 所以说你研究这个问题 真的没有意义 与其担心这个东西 你不如就是说 搞清楚 你的大便到底是怎样成行的 那么大便成行与否 取决于三个方面 第一呢 就是你的这个大便 在藏洞内待的 尤其是大肠里面 待的时间的长短的一个问题 第二呢 就是一个大便 含水量多少的一个问题 第三呢 就是藏洞均取的问题 咱们一一来谈一下 那么先说第一点 就是说这个大便 在你藏洞里面停留时间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大肠是负责把水分给回收掉的 我们的这个粪面都是食物的一个残渣 是被消化剩下来的这些废品 然后给烹出来的 那么我们吃进去这些食物呢 再经过你的口腔 经过你的胃里面的这个消化液 充分的搅拌之后 然后进入小肠 把这个营养成位给吸收掉 然后没办法吸收的这些东西呢 就会跑过你的大肠里面 大肠负责把水分给回收掉 然后肠肠里面的菌群 负责分解掉这个东西 这是大便成行的一个过程 我们要知道 小肠里面的其实呢 它排出来的大便 它里面是含水量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小肠是不会吸收水分的 基本上不会吸收水分的 它只吸收营养 那么这个东西 它如果就是说 快速的通过你的这个大肠 我们都拉过肚子吧 拉肚子 你看那个大便是不是水量便 它就是因为太快速的通过你的大肠 给排出来 没来得及回收水分 所以说它就是那种 糊糊状的那种大便 那么这种大便呢 它在你的这个大肠里面 停留了时间越长 它的水分被吸收的越多 它就会比较成型 然后其实很多人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每天早上我们上厕所 第一次的时候 那个大便 双痘到说 头端是成型的 越往后相对来说 越容易不成型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头端那个大便 在你的肠里面待的时间是最久的 起码待了一晚上 所以说这个 你根本不给你的这个大肠 吸收水分的时间 它肯定是不会成型的 那么很多人就是说 它特别焦虑 特别的恐慌 特别害怕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会导致自己的肠道 主动的这个节律出现紊乱 这主动量比较快 一天上好几个厕所 甚至有人为了观察 这些大便不成型 他非得信 刚一会儿不看到这些大便 就觉得 不对劲啊 还得上厕所 这些主动给排出来 你想想这大便就在里面 没待个时间 你就给排出来了 你觉得它能成型吗 你看那几天不上厕所的人 有几个大便不成型的 甚至拉着有人养死状的那些大便 你觉得它成型 那种成型好吗 它也不好呀 那么再谈第二点 就是大便里面含水量 多少的问题 我跟我的患者经常说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大便成型与否 它其实就相当于 面多了加水 水多了加面的一个过程 差不多 它就是水和这个粪便的 这个比例的一个问题 含水量越多 它越成型 越不成型 含水量越少 它越成型 我之前说过 你想想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 例如说 我自己 我就说我自己 我自己比如说 这天比较忙 和这个患者说话比较多 那你忙了一天 一口水没喝 也没空上厕所 那可能我大便甚至还会干接呢 那你说 今天也不忙 我说坐在这里一天 一会儿喝口茶 是吧 喝口水 喝口水 那你别说了 这大便肯定是不成型的 那一天连活动都没有 那水分没消耗多少 你喝的水有多 你觉得它会成型 不会 它肯定不会成型的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水分多少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肠子 它就算回收水分 它也是有上限的 我不是经常说吗 如果你真想让这大便成型 你一天不喝水 试试看 多运动运动 汗流浃背的 这天比较热嘛 去外面运动运动 你也别喝水 第二天不光成型的 水不定就干接了 是吧 还便秘呢 所以说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水分 多少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谈第二三个点 其实也很容易 被忽略一点 就是你肠道里面菌群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肠道里面 这个移生菌呢 它和人体是一个 这种共生关系 它可以就是说 把你食物里面 人体没办法吸收消化的 这些东西 给充分的利用到 它可以分解出来 人体所需要的一些 这个维生素 等等这些东西 来供人体的一个使用 它又人体 人又提供了一些 这些大便不用的残渣 供它去生存 所以说相当于 和人体是一个 公生的关系 那么你这个菌群 如果出现紊乱 有人为了让这些大便成型 去吃抗素 吃一大堆抗素之后 把菌群杀得差不多 那可能成型了 但是你把抗素 给吃了太多 你肠道里面的菌群 紊乱之后 以后只会 不光有些人 甚至以后可能干街了 有些人不成型了 甚至有些人拉肚子 那肠道菌群 紊乱之后 其实是更不好的一个现象 那么如果你真的想让 这些大便成型 规律的生活 规律的作息 这种合适的 饮食结构 都是很重要的 没必要去纠结 这些大便成型与否 这个问题 我说过很多次了 你要是真的 特别特别纠结 这个大便成型 你不直接去 做一个场景 看一看 没事 它就是没事 我可以这么说 就我平时见到的 这种纠结大便 不成型的人 做场景 十个九个没事 基本上来说 真的不要过 都是纠结的问题 为什么我说 有些大便 它成型的人 还会查出肠癌呢 尤其是我们知道 人的肠子很长 右半截肠 它和你的小肠 是离着的 小肠排出来 都是葫芦状大便 那么右半截肠 它要是长一块肿瘤 它葫芦状大便 它能阻拦住吗 它阻拦不住 它照样是通过这些肠癌 这些不太通畅的肠腔 它照样那葫芦状的 就那种液态的这些东西 通过之后 剩下还有可能很长一段 就完整的这个肠脑 这些肠脑照样可以把水分给吸收掉 你到它感染的时候 它依然是成型的一个状态 那么右半截肠癌 你还看到很多的大便 都是成型的 甚至是有些人梦寐以求的一些香蕉放上大便 所以说 谁的句话 不要去用大便 成型与否这个东西 是判断是否是肠癌 真的很没有意思 我已经解释太多次了 我真的不想去解释这个问题了 不管怎么说 你要真的特别担心自己是肠癌的话 医生再怎么说 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 不如自己去做一个场景看一下 没事 它就是没事 事实生于身边 毕竟医生再怎么说没事 它还是有恐怖无凭 对吧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就给大家谈了一下 大便是怎样成型的这个问题 那么 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评论区留言 咱们再讨论一下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